終結技 完成 PlayStation 人氣大作《God of War》 最近在Steam上推出了 大家就可以在PlayStation以外的平台玩到這遊戲 這遊戲剛剛推出的時候我也有玩過給大家看 就是我自己就很喜歡這一套作品 因為在冒險途中大家可以看到克雷多斯他的心態慢慢轉變 都看到他作為一個父親怎樣教導阿特遊斯 令我們可以看到阿特遊斯成長不再是一個妄狀的小朋友 到最後爆機的時候真的很感動 所以來到PC版我自己當然會體驗多一次 這條影片就會跟大家看看在PC版上究竟有什麼改進 以及在PC版才有的特點 現在正式進入遊戲給大家看一看畫質 我沒有開DLSS 是在用4K原生的畫面 大家看到都有50格左右 其實他是在看畫質 他是不是在 fázó裡 都在每天都在玩卡 都在玩卡 然後就可以打開 其實他就什麼都在玩卡 他就什麼都在玩卡 其實他就不在玩卡 我很喜歡 那些玩卡 現在我們是在玩卡 即使他就在玩卡 所以他會玩卡 你不會在玩卡 你以為不走,飛回來 還有你,這一代不是雙人 雖然攻擊密度沒那麼高,不過斧頭的玩法其實都不錯 又可以扔出去再飛回來 你中波士來了 你的大塊蟲搶我們的獵物 我們要戰鬥嗎 我們沒有選擇 還想幫手射到你 他不是很痛,你要射頭才可以我幫你瞄準 我就乘機飛他的背 大牛箱我在這邊,過來吧 你不要那麼過分,你專撼小孩 過來 我正在打你的背部,過來吧 對 小孩,你不要遠離我,你走過來才射他 過來,過來,適合 對了,你趁我忍住他,就射他的背部 我會走 剛剛有些東西擋住我 滾 趁機擋住他 趁機擋他的頭 他頭不夠馬上彈開 我在你後面,好嗎 整天都不看我,專撼小孩 對了,過來 我避開了 再撿 撿完一點 小孩,你繼續射他 過來吧 趕頭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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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他想打 靠你,你殺他不到 你之公用來拯癢 我們把趕頭才能打進去 你知道嗎 不過其實我們這樣擲一下擲一下已經搞定他 終結技 終結技 搞定 好了,現在我把DLSS開了 用效能模式 FPS一定要提高 另外我們可以進來進階這裡 開了NVIDIA Refresh 低延遲 作用就是令到我們按鍵之後可以更快看到角色有反應 雖然提升速度都是以毫秒來計 不過相信對速度快的戰鬥都會有些幫助 現在就出回來準備打BOSS 一拳打飛了 黑雷多斯 雖然開了DLSS不是原生4K 不過我覺得畫質真的沒什麼分別 是你叫我過來的 先過他兩拳 再一腳 無聊 保住 拿回褲頭 再飛 可以走了 想打我哪有這麼遠 你飛起來吧 再撞 到我了 擋 還擊 飛來 打到飛起來 如果未玩過God of War 可能會奇怪 為什麼 黑雷多斯好像不夠打 其實是想對小子隱瞞自己的真實身份 你不要理這麼多 到我打了 你出門 可以那不是我嗎 我不要對這個技能 是在這裡 想對自己的胸炬 我敢打你來 打我 我怕我的頭 你會覺得這樣 我可以打你 前面的 他又回血了 我就不劇透著,其實這個神可以說是不死 不過他都有一個弱點 玩後一點就會知道 和北歐神話是有很大很大的關聯 而且對God of War之後的故事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說回畫面,其實開了DLSS,FPS高了 看起來真的會流暢很多 而且遊戲的FPS是可以說沒有上限 如果大家有更厲害的顯示卡 就可以有更高的FPS 剛才給大家看完4K解像度之下畫質有多漂亮 其實很多網友都會買了2K的電腦網 因為它可能是電競款 又144Hz又或者更高的刷新率 在電腦版的God of War上面就完全支援到 甚至有一些超闊螢幕都沒有問題 我自己測試過如果用3080走2K解像度的話 FPS可以去到140以上 以及遊戲的要求真的不太高 如果大家的顯示卡不算很厲害 比如你用1070的話 FHD 1080p都可以有60FPS 好,這段影片就到這裡 其實PlayStation把自己一些人力的大作在PC上推出 我自己是很開心的 雖然有很多以前我已經在PlayStation上玩過 但是在PC上我們可以用更高的畫質 解像度和FPS 重新去體驗這些大作 我自己覺得是會給到更高的享受 有些遊戲玩下去簡直是好像看電影一樣 再加上我自己其實是很喜歡看希臘包神畫 所以God of War的故事會更加吸引 在這一集我們可以看到製作團隊怎樣去鋪排 諸神之王昏的出現 而且仔仔亞特遊斯的身份 對諸神之王昏都有很大的影響 如果你喜歡包神畫 又沒有玩過God of War 我覺得一定要試試這遊戲 就算之前玩過也好 現在以更高的畫質去回味這遊戲 都是一個享受 我們這段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的朋友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一起看 多謝各位收看,謝謝,拜拜